台中有一个厨艺老师叫做Iris 才结婚第二年 居然就发现丈夫罹患了癌症 她的老公一度无法进食 她也心疼先生吃不下东西 就把拿手的川菜料理 改为少油少盐的健康料理 让老公可以吃得清淡 吃得美味 不过或许也是因为饮食的改变 她的丈夫病情也奇迹似的获得控制 到现在都已经撑过了19个年头了 我们带您看看这位坚强的太太 如何靠着厨艺守护心爱的丈夫 客人上座 女主人端出拿手好料 先备马铃薯浓汤招呼客人 干杯的甜味是完全没有毫掉 所以那一档汤是非常的棒 去外边我们都要吃到 因为外边的汤都是放什么泰白粉啊 什么一些鲜奶啊 去才有办法做出老师呈现给我们的汤 所以她的汤算是非常完美 以前是放蒜苗跟蛤蜊 那后来我就用大蒜炒香炒软了 而且要炒到有点焦糖 可是不能黑掉哦 要黄黄的 然后弄碎 然后这样子 我觉得还蛮好吃的 客人就说好特别 以为都有放肉类啊海鲜 没有 完全没有 一边享受美食 一边还有厨师讲解料理秘诀 简单的马铃薯汤底 没有奶油鱼虾 居然可以尝到浓浓的海鲜味 怎么办到的呢 清洗干净的马铃薯 先削皮 切块 蒜头切成小碎丁后 放入压力锅中 慢慢爆香 就管用这个大蒜去爆香 你把它爆到就是 要黄黄 不要黑掉 黑掉就会苦了 这样黄黄的 然后就是把马铃薯放进去 水盖剥它 因为我用压力锅是很快 就它上压之后三分钟就好了 然后呢 然后我就放点海盐去打生命 泡水之后 马铃薯比较不会氧化 颜色看起来又白又漂亮 放入锅中和蒜头一起蹲煮 最后再放点海盐搅拌打成泥 马铃薯浓汤底就这么完成 北海道干贝撒上海盐 加点调味料 干煎到干贝的边缘呈现焦黄色 就可以起锅 盛好浓汤放入马铃薯块 加上干贝和茴香点缀 色香味俱全挑动味蕾 生鱼片等级的鲜嫩鲑鱼 放入炉内 盖上锅盖闷一下 稍微的翻尖 鱼虾等主角新鲜美味 料理不太需要费功夫 真正麻烦的 反而是陪衬的酱汁 鲜艳玉地的黄椒 直接放在火炉上 用大火炙烤到整颗黄椒 像一般的话 我用火烤的话 是因为就要大火 然后烤得很黑 像这样子还不够 要全部这么黑 所以我们慢慢烤 可是就是火要很大 如果火很小的时候 这个果肉就熟了 吃起来口感不会脆脆 待会我会用这个甜椒 来做一个酱汁 搭配我们的鲑鱼 轻轻这样一挤 它苦苦的 就很好刮了 黄椒要变黑椒 皮当然不能吃 用刀子轻轻一刮 还原甜椒本色 刮除椒皮之后 千万不能用水冲 才能保留甜味 把事先炒过的洋葱 和入甜椒小碎丁中 一起打成泥 黄澄澄的甜椒酱汁 把鲑鱼和鲜虾 衬托得更加令人垂涎 甜椒的酱 甜椒酱它特别告诉我 怎么做法 我在吃的时候会想到这个口感 这个胶是经过烤的 烤到干再把皮剥掉 然后再研磨 再慢慢做成这样一个 完全不加水的状态之下 那个甜度我可以感受到 所以在这里吃的方法就是 那我学习到 吃不是只是入到嘴巴的口感而已 而是一种进到想法里面 我觉得这很美的事情 我是觉得它的料理很原味 原味然后很清淡 我觉得这是很健康的饮食 其实特别适合我 不同于一般餐厅的美食饗宴 Iris就在自家的厨房 施展料理魔法 背后支持她的力量 来自男主人 我先生Frank 我可爱的先生 他让我的梦想成真 原本只是个很爱煮的家庭主妇 学穿菜出身 吃重咸 因为先生Frank生病了 开始改变餐饮路线 少盐少油 重养生 所以我每次会 我每次看到都很惊喜 I love you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see me Make the mother 她的蛋糕 蛋汁倒入低筋面粉中 Iris忙着做香蕉核桃蛋糕 这家传的独门配方 是来自Frank的妈妈 我婆婆教我的 然后也叫做命运蛋糕 因为我先 我们结婚第二天她就出差了 我婆婆有来台湾 然后她也不出去玩 她很生气 她就叫我做蛋糕 香蕉是采用南投的山椒 养分多 香气充足 核桃则是选用 整块切成一半的 增贴咀嚼口感 烘焙出来的蛋糕 就像砖块一样重 料多扎实 一天至少就可以卖掉30条 而每当Iris在厨房忙碌时 Frank总会静悄悄地出现 你批判我对吗 我先生很好 每次来看我做事 有时候会看我什么 有没有漏掉 我的瓶碗 会会会 像我在外面做菜的时候 她会说 你这个没有开 你这个没有弄 我说好 Frank来自美国 才喊Iris结婚第二年 就被诊断出罹患蛇癌 之后又历经了气贴手术 其实我们生理死别六次 我讲比较那个 我就说我照顾她19年了 死都要死在自己手里 不可以死在别人手里 可是我相信她可以活回来 然后可以很好 我帮我家哦 都弄成像医院一样 什么都有 就把客厅改成是 就是像医院这样子 你知道吗 第十天我就让她站起来了 然后三个月我让她讲话 让她走路 那我觉得 真的很感谢她留下来陪我 Frank呢 Frank的病痛缠身19年 Iris六度从死神手中 把丈夫救回来 两个人携手克服困难 间谍情深 是她给你一个特殊的贴子吗 所以你给她 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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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是有病痛的人 你多听她想一下 那当初你怎么会想要 跟这个人在一起 你力甜言力语 你会撒娇 这个时候你照顾她的时候 你用一样的方式 她就会喜欢 如果你说 你为什么不吃 你为什么怎样 你最怎样 你接往的时候不是这样吧 是不是 那可是你照顾她的时候 是用你们交往 刚开始的那个初恋的那个 去对待她 我相信她会一样会接受的 Frank脑中闪过一幕幕甜蜜 用微笑来感谢Iris的善解人意 人生中的高低起伏 就像料理的酸甜苦辣 Iris用幸福调味料 把大多数人认为的沉重悲剧 改编成温馨喜剧